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出它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你把这个做它的一次导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又可以求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就等于dV over dt 那当然也等于d平方x over dt平方 就是位置的对时间的二次导函数 速度对时间的一次导函数 如果你的速度 它给你的速度 它不是t的函数 而是x的函数 就是位置的函数 那么你要求它的加速度的话呢 当然它还是等于dV over dt 不过你这个时候没办法为分了 它里头没有时间了 那我们就 我说过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三次我倒过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倒过来 你如果知道加速度 你可以求它的速度 知道速度啊 要求它的位置导过来 那速度是位置的导函数 那位置呢 就是速度的反的函数 我们要把它倒过来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知 已知V 速度我们知道了 它是时间的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x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由这个地方开始 由v的定义开始 我们就这么写就好了 由这个开始 然后我们两边都乘dt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微分 积分 我把这个 我先写这一边的 那这个一定可以积分积出来 因为 因为它 我们 不是跟微积分想法一样 我们在这里就说 这个时候 积分号 噴到这个微分号 好像你就可以把它 x寄出来 不过它有个常数哦 这个积分也有一个常数 这个时候你积分呢 你一定要知道 v跟t的关系是 你才能积分 否则不能积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暂时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然后啊 这个积分有一个常数 这个积分也有一个常数 这个积分也有一个常数 就这么做 好 然后我们 比如说你知道 你知道 a的话呢 你知道 a 那么要求 vt的话呢 那我们也是 从 a的 从a的这个 定义 它是等于 dv over dt 那我们跟那个一样 那我们跟那个一样 两边都乘dt 然后积分这一边 我们先写 然后再积分这个 这个一定可以积出来 它就是v 不过积分有一个常数 我们就摆在这一边 好 又有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啊 也可以 有起初条件决定 所以 跟这个一样 我就不写了 我们争取 一些时间 A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 如果是 我们知道 知道 这个写错了 知道速度 知道a 我们要求这个速度 是位置的函数 怎么办呢 或者说 笔之 a 要求位置的函数 那么我们还是从a的定义 这个时候 a就等于 这样子 那么我们两边积分的 我先写这一边 两边都称dx 那这个就 变成 a dx 积分 这个一定可以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 1v 平方 有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 我们拿到这一边来 a dx 加上 c3 c3也是由起初条件决定 这个决定能力 你就可以把这个v 求出来 当然你这里要知道 a 是x的函数 你才能够积分 那么你们 如果 微积分 不太熟的话 我们也有 微积分的录影 就是 数 就是我们 有一个 很快的一个program 那个几堂课 教你们 应该怎么做 那你们去 到这个 录影 叫出来看 你从电脑可以看出来 微积分一定要学好 那么 这个我们 都是用微积分在做 你微积分没有学好的话 没有办法做型题 现在呢 我们就 举一个 例子 来看 比如说我们 各位 对有一种 运动 非常熟悉 就是等加速运动 就是加速度 是一个定值 它跟时间 跟位置 都没有关系 这叫等加速 那就是说 A呢 是等于一个constant 好 这个时候 假如我给一个起初条件 为 T等于0的时候 起初条件就是说 在某一个时刻 不一定要是0 某一个时刻 它的位置跟速度 我们都知道 那么这就是一个条件 那么 假定说 在时刻 为0 我们为了方便 假定它是0 X 要等于X0 V呢 等于V0 这个就叫做起初条件 我们现在要求速度 我们现在要求V跟T的关系 那你怎么做呢 像这种式子啊 你都不要去背他的 不要背试子 不要 现在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去背公式 你要了解 说 你要了解说 我要做这一件工作 我的过程是什么 要把这个过程 也就是方法 记住 那么公式啊 你可以记一时 但是你不能记永久 那你把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它重复使用啊 你一再使用 那你可以记得很久很久 好 现在我们说 做这种问题 就是我们先从第一开始 对不对 定义开始 然后我们两边都称DT 那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样子 我先写这一边 ABT 好 我们现在用一种定积分来做 刚刚那个有常数的 叫做不定积分 我们现在用定积分 直接把 起初条件带进去 什么叫定积分呢 就是说T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指 这个写错 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速度 是V0 T等于任意的时刻 Arbitrary time 那么它的速度就是任意值V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积分了 这边积分就 DV 积分就是V 然后呢 你把这个上下线 写在这里 然后这个A 是常数 它跟时间没关系 所以可以提出 这个积分号的外面 提出来以后 它就是DT的积分呢 就是T了 然后我们把上下线 写在这里 那现在你就把这三下线带进去 先V 先等于这个上线 然后减掉V等于下线 等于A T呢 等于上线 减掉T等于下线 我们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得 V呢 是等于 这时候V当然也是时间的函数了 等于V0加AT 这个式子各位很熟对不对 国中就学过嘛 国中就学过 这是你们青梅竹马的朋友 现在我们用积分的方式 就把它 找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V了 要求X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是 就是从定义开始 尽量不要去背公式哦 等你做熟了 比如说我用这个公式 用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用了十几遍 我当然记熟了 记熟了就记熟了嘛 对不对 不要说哎呀 我不该记它 你记熟了就记熟了 而不是说我故意把它背起来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 V 它是等于 DX over DT 然后呢 我们两边都称DT 然后积分 我先记这一边 DX 要等于 V称DT 那现在的V是什么呢 V是这个 你就把这个值带进去啊 所以它就等于 V0加AT DT 好 现在我们把 起初条件带进去 T等于0的时候 位置是X0 T等于 任意时刻 位置就是在我们要求的位置 那现在呢 我们两边积分 这个就是X X0 X 先带这个带进去 然后再带这个 好 这个 它可以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V0 DT V0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那这个喷到它呢 就是DT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V0 T 好 加上 A也是常数啊 A提出来 然后T DT的积分就是 二分之一 T平方 T从0到T 那现在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X-X0 要等于 这个T带进去 然后再把0带进去 就是0了 所以这个式子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呢 你就可以得X等于 X0 X0 加上V0T 加二分之一 A T平方 这个各位也很熟 对不对 你们最熟的就是说 起初位置等于0的时候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就 就好了 比如说它的速度 是位置的函数 如果它的速度啊 是位置 我们先来看这个 速度是位置的函数 那我们要求 这个 A 等于V DV over DX 那两边都积分 等于 VDV 我们把起初条件带进去 T等于0的时候 V等于V0 X是X0 任意时刻 它的速度是V 这个是 X0 X 好 那么因为这个是常数啊 所以可以提出来 那这个积分就是X X0 到X 到X 要等于 这个就是 二分之一 V平方 这个东西积分就是 二分之一V平方 V0到V 那你现在把这个值带进去啊 它就变成 A A X 减 X0 要等于 二分之一的 V平方 减掉V0的平方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呢 它就成为你们 非常熟悉的 一个 非常熟悉的一个式子 那就是V平方 V平方 V平方 等V0平方 等V0平方 加上二 X V own V V X V Vger 所以错掉了 因为你 这个三个式子倒背如流 所以以后我们要做题目 避免这种错误 要怎么办呢 你要先 确定说 这个加速度是常数 才可以用这个 你要用这三个式子之前呢 你要先做一个工作 说确定这个 加速度是常数 才可以用 如果不是常数 你就不得用这个 不是常数的话呢 你就要用积分来做 就要用 就要从这里开始做 从这里开始做 这个就不能提出来啊 A就不能提出来啊 那你要知道 A跟X的关系 才可以积分呢 现在呢 我很快地举两个例子 给各位看 这两个例子 我可能 不把它做完 做一部分的工作 那其他的工作呢 你自己就要 去 回去啊 再把它填上去 我们现在假定说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以后 做这种问题 它的要领是什么 你要记住啊 这个要领 你做一件事啊 你一定要抓到 这个要领呢 你要领不抓到的话 你这个工作 做不好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定 在一个高楼 大厦 你说这是一个高楼 这是地面 在这个屋顶上面 有一个小孩 把一个球 伸到这个屋檐的外面 垂直往上抛 垂直往上抛 你们要写下来啊 我就不再写题目了 它的速度是 20公尺 V0 20个meter per second 从这里 往上 V0 我们以后 做问题 要把图画出来 记住 做力学 你要把图画出来 它在这里 V0 V0就是 起初 以每秒20米的 速度向上抛 那现在它要求 它第一秒 跟第五秒的 位置跟速度是什么 我在这里做 这里我们要画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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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怎麼做呢 記得 我們做運動學啊 運動學你要記得三樣東西 你馬上要注意它三樣東西 記住啊 這是要領的 你要注意聽哈 注意它的起初條件是什麼 起初條件 第二個就是注意它的加速度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幕後條件是什麼 那這三個條件裡面啊 你要知道兩個就可以求第三個 知道兩個 任意知道兩個我們可以求第三個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把這個起初的條件呢 寫出來 起初條件就是T等於0的時候 這個小球的位置在哪裡 現在是Y軸啊 你要講位置我以前說過啊 你一定要有個坐標對不對 要有個坐標軸 所以你就要設定一個坐標軸 比如說我現在設定在這裡 坐標軸 然後取圓點 這個圓點呢 你可以取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取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樓多高啊 所以你不好取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們就取哪裡呢 樓頂就算是Y等於0 好 那麼起初它就是在Y等於0啊 好 那麼起初它就是在Y等於0啊 然後速度呢 然後速度呢 起初的速度 是等於20個 Meter Per Second 這個正號我們可以不要寫 但是我現在為了要強調它 這裡的正負號是代表方向 好 代表方向 所以沒有寫出來 你也要知道 這個有個正號 正號就是代表 位置的話就是代表 圓點的上方 圓點的 它是朝 圓點的上方去運動 朝上面去運動 然後我們就看它的加速度 第二個條件 這是一個等加速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在地面 有一種速度叫做重力加速度 你們都學過 重力加速度等於多大 等於多大 9.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如果是音字單位的話是多少 有沒有學過 32英尺每秒每秒 32英尺每秒 我們現在用公字單位 你怎麼表示它呢 它大小是9.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它朝什麼方向 朝下對不對 朝下怎麼表示啊 是個定值 然後你就要求 求X 跟 求Y跟求V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 因為它是等加速啊 所以你後面要註明一下 是個等加速 所以可以用等加速的運動公式 我們就把運動公式寫出來 我們就把運動公式寫出來 比如說位置 它是等於 用Y Y等於Y0 V0 加上V0T 加上2分之1 AT平方 然後速度呢 V等於V0 加AT 這個式子一定要寫 式子寫就是說 表示說 我要用這個方法來解題目 OK 你不要一下子就把數字就帶進去了 這個是等於什麼 多少 加多少 乘多少 沒有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日子久了以後呢 你也不曉得你在算什麼 看到亂七八糟一堆的數字 你要把這個式子寫出來 你知道 這個是等加速裡面 位置跟時間的關係 這個是等加速運動裡面 速度跟時間的關係 把式子寫出來 以後一定要寫式子 你不寫式子 你考試的時候 分數扣起碼扣一半以上 你不要官有數字 那現在我們就看 它要求第一秒 那我們就算 那我們就算 T等於one second的時候 然後你戴這個式子 戴這個式子 比如說這個時候呢 我們去Y Y0是0 加上V0是震的二十個meter per second T就是一秒 T就是一秒 然後加上二分之一 A 現在A的多少 負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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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的平方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呢 算出來 我不算它了 15.1m 你看這個數字有什麼意思 你不要光算出來就好了 你腦袋裡頭要有它的物理意義 15.1代表什麼 它前面還有一個正號 就是代表它現在的位置在樓頂上方 15.1公尺的地方 知道嗎 要有這個意義在裡面 你寫一個數字 你不要光寫出來 我算完就算了 你要在心裡頭知道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要有個圖畫 它就升高到那個地方 上面 比如說升高到這裡 你可以註明一下 我圖上就不多畫 多畫的話 眼花撩亂 我們看V V等於什麼 V0 20個 meter per second 再加上 80 固號 永遠跟這個寫在一起 好 這個結果是 10.2meter per second 什麼意思啊 那 它在這個位置 樓頂上方 15.1公尺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向上 每秒10.2公尺 那有這樣的一個圖畫在腦筋裡 好 然後你再做 T等於5秒的時候 然後 那你 那你 照算呢 我這 做一個例子給你們看 5秒 加上 2分之1 還有 6分之1 5秒 9分 然後呢 隨便 對 这个时候等于多少呢? 这个时候是等于负的22.5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它在哪里? 在楼顶的下方 对不对? 它因为在这个屋檐 我这里抛上去 它现在在这个屋檐的下方 22.5公尺 那速度呢? 速度 我就不写了 我就直接把它算出来 B 这个时候等于多少呢? 你们回去自己要把它算出来 -29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楼下面 22.5公尺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向下 向下 22.5 29 向下 29公尺每秒 知道吗? 要有这个概念 好,我们现在在看 Part B Part B要求什么呢? Part B要问 V 它在 抛上去 在12公尺的时候 在这个上面12公尺 V要等于什么? 速度是什么? 速度是什么? 那这就要求 那这就要求 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那我们刚刚 那个等加速 因为这是等加速运动啊 可以用等加速的公式啊 那我们就是由 V平方 等于V0平方 加上2 Y 减掉Y0 那现在你就把 这个 数字带进去嘛 20的平方 加2 -9.8 然后这个是 12 Y0 是0 那你把这个 算出来呢 V平方 是等于 154.8 好 现在要求V V就要开 开平方 V就等于正负 好 这个开平方有正负啊 正负 12 12.84 meter per second 啊 这很有意思 要记住 一个数 开平方的话 它有正负两个值 这两个值 你要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两个都有物理意义在里面 一个是说 它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啊 速度是正的 12.8速 就表示 它在那个时候的速度是朝哪里啊 向上 对不对 那 负号是什么意思 它不可能又是正又是负啊 负号就是说 它从这里上去了 然后 慢慢静止 然后就掉下来 掉下来 还会经过这个高度 重新经过这个高度的时候啊 它的速度是负的 对不对 大小还是那么大 所以这个 你要记住 我们有一个结果 很有意思的话 你就要记住了 这就告诉你 在抛射体的运动里面 或者叫做自由落体的运动里面 在同一个高度 固体在同一个高度的速度 大小是一样 大小一样 你从下面上去 它的速度就是正 从上面下来 它的速度就是负 记得这个 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要问 这个小球到达最高点的高度是什么 C要求 最高点的高度就是Ymax 是什么 等于多少 我是用简单的写 还有 这个时候 要经过多少时间 这个时候的T 是等于多少 T等于多少 那要怎么做呢 这个要用到一个 一个道理就是 以后做这种问题 我们 一个物体 像上运动的话 它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对不对 高度越来越高 速度越来越慢 当它慢到速度等于0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高度就是最高的高度 对不对 再来它就往下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V等于0的时候 它的高度就是最大的高度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V跟位置的关系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还是写出来 你不要 没有这个式子 你就把数字乱带进去 没有人看得懂 好 那我们就说 V等于0的时候 Y就是最高点 你要把这个 这个关系带进去 那现在就是 0要等于20的平方 加上2乘-9.8 那这就是Y maximum要求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Y求出来啊 Y maximum求出来啊 Y maximum等于多少呢 就是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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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尺的位置 是这个 然后要求这个怎么办呢 好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求 V等于V0 加AT 好 那你这个是0啊 要等于20 加-9.8 然后乘T 好 T等于多少呢 好 我们可以从这里 就把T算出来了 T等于0.4 0.49秒 就不太贵了 4.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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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算算看我这个可能有点问题哈 对 这个是 二十 被9.8来处理 你去算算看多少 好 以上是 我们做题目的方法哈 一个就是你要注意运动学 先注意三样东西 哪三样东西啊 起初条件 起初条件 加速度跟末后条件哈 知道两个可以求第三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求的时候要把柿子先写出来 你图要先画好 图是第一步 柿子写出来 然后再把数字带进去 你要注意它的正负号是代表方向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不是等加速是变加速的问题哈 我们说有一个小艇小船呢 一个机器的船呢 它在水里面跑 水的粘质力很大 所以它的加速度呢 不会是像自由落体这种加速度 等速 不会 不会是等长速 那么它是跟速度有关 有的时候跟速度的一次方成正比 有的时候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速度再快一点它就跟平方成正比 我们现在假定说 它的加速度是跟速度成正比 所以方向相反 K是一个常数 K是一个常数 K是常数 那现在我们要问 我问 求我们说起初条件 起初条件 起初条件 求V跟T的关系 好 怎么求啊 我们看 我们看 运动学的问题 运动学的问题 它没有讲任何力 跟任何力它没有牵涉到一起 没有说这个力多大什么的 它只是一个运动学的问题 运动学的问题 你买算想到 它有 要注意三样 注意三样 第一个是起初状态 起初状态 你可以假设它在这个地方运动啊 在X轴上面运动啊 起初是在这里 起初在这里 它的速度呢 是V0 那现在我们要求V 它不是等加速运动啊 你不能把等加速运动的公式带进来哦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你说V是等于 A 它有A嘛 它知道A A是等于DV over DT 定义 那A又等于什么 它说是等于负的KV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这个有V的地方 统统摆在同一边 然后DT乘过去 K是常数 可以提到 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在两边积分 OK 一提 我们用定积分 T等于0的时候 V是V0 T等于Arbitrary Time 它是V 好 这个积分是什么 是自然对数 以后你们来学微积分哈 像这个 都要记起来的哈 这个积分就是Natural logarithm V V 然后V0 V Natural logarithm V 是什么 你们学过Log Log Log有以实为底的 对不对 但现在这个Log L-A-N 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Log 以Exponential 为底 以这个为底 好 那么这个是等于 负的K T 0 到T 好 这个我们带进去 这就是Log V 减到Log V0 两个Log相减 就变成 这个 相存 好 好 那这个就变成 负的K T 就是KT 就好了 好 于是我们按照Log的演算 这就等于它的底 的 负KT 次方 好 于是我们就得到VT呢 它是等于V0 Exponential 负KT 次方 好 这就是它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你看这不是用等加速算出来啊 好 然后我们再求它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QX A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由定义来 V要等于 B X over D T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两边 都乘D X以后 再来 集关 那你现在把这个V带进去 V带到这里来 它就等于负的 它就等于负的 等于 V0 V0 是常数可以提出来了 里头就是 Exponential 负KT DT 我们用定积分做 T等于0 X是0 T等于 T等于 Arbitrary time 它是X 那现在我们 这个就是X了 这就是X了 那这个总法呢 V0 V0 他就是 V0 0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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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以後作為積分 像這種東西它積分是什麼 你就自然會知道這個 這個要多做你就記住了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寫在這裡 Exponential T 用 T 來帶 然後減掉用 0 來帶 就是 1 Exponential 0 次方就是 1 那我們可以把負號乘進去 它就是 V 0 over K 1 減 Exponential 負 K T 次方 這就是 X 跟 位置跟時間的關係 這個我就舉這幾個簡單的例子